8月3日是大熊猫鸭鸭23岁生日 也是她回国之后的第一个生日 饲养员特意准备了她爱吃的窝窝头蛋糕 并且上面还有一个鸭鸭的造型 只见鸭宝带着七头怀抱兽桃端坐在中间 背后摆放了两柄窝头如意 两侧是饱满的大兽桃 前面还有两个葫芦寓意葫芦 此外饲养员还精心装饰了长公主的木甲 放上海鸥翱翔的抱准和松枝环 两侧摆放了竹子小花盆 外场还堆满了新鲜的竹子和竹笋 长公主惬意地坐在竹海中享受美食 吃饱喝足的鸭鸭也想惬意地睡个午觉 就用小手扒拉着凉席和抱枕 在北洞奶爸奶妈们的照顾下 鸭鸭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当初严重皮肤病如今也肉眼可见痊愈了 现在每天饲养员都会准备很多新鲜竹笋 一开始鸭鸭会连带着笋皮一起吃 后来适应了奶爸奶妈的竹海工事后 长公主吃东西也变得豪横起来 果然回到自己家就是好 在爱的头位下鸭鸭直接变了个熊鸭 小脸蛋逐渐圆热耳朵变成了炸猫耳 肚子上的肉肉多到可以当小饭桌 并且还收获了很多玩具 有萌兰同款大红盆胖大海连夜编制的鸡笼 以及奶爸亲手制作的丰戎玩具 有家人撑腰的长公主 再也不是那个任人苛待的小可怜了 回想当初鸭鸭在孟飞斯动物园时 曾出现过严重的刻板行为 总是在一个地方来回打转 在那场营业时 鸭鸭经常会习惯性地养头起食 然而得到的却是一些无法消化的老竹子 导致她的便便都是竹片状散落 饥饿难耐的鸭鸭55秒内向饲养员磕头29次 但却仍换不来一口吃的 有时饲养员还会将竹子插到高处 鸭鸭怎么努力都够不到 好不容易拽下来一根 却发现竹子硬得咬不动 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给她带来多大的伤害 而乐乐更是用自己的死 引起人们对驴美大熊猫的关注 等到鸭鸭回国日期确定后 孟飞斯动物园为她举办了欢送会 然而送上的却是一坨冰块蛋糕 并且添加了大量色素 更神奇的是这款蛋糕居然可以一晚上不化 好在鸭鸭的苦难生活都成了过去时 如今回到家的长公主生活幸福 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竹笋和竹子 还被一群有爱的奶爸奶妈守护着 也祝福夏鸭鸭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健康快乐 直到看见周大福申请赝养福宝 才明白两位爷爷给了福珠珠多少保命福 前段时间周大福官方旗舰店直播时 透露已经在申请领养大熊猫福宝 此消息一出顿时引起网友们的欢呼 纷纷要求周大福官方做一套福宝的金市周边 并表示价钱无所谓自己是冲的福宝来的 而看到大孙女如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相信两位爷爷的内心一定非常欣慰 当初福宝出生时正值疫情期间 前来动物园参观的游客寥寥无几 两位爷爷忧心忡忡担心福宝会没有热度 于是江爷爷把宝贝孙女的视频上传到网上 好在呆萌可爱的福珠珠获得了许多粉丝的喜爱 尤其是福宝独立生活的前一晚 江爷爷和他依靠着墙面促细长谈 视频中福珠珠一边吃胡萝卜 一边将小手搭在爷爷肩膀上 浓浓的爷孙情令无数网友倍感温馨 等到疫情退去动物园顿时涌来一大批游客 都会纠正他的坐姿 而这么做就是为了提高福宝的人气 有了热度福珠珠以后的日子他会更好 爷爷们的良苦用心 也果真让福宝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 如今的他无疑是熊猫界的顶料 三星集团专门为福宝写歌Baby Pandasol 就连福宝过三周岁生日 祝寒大使及其夫人都亲自前去祝贺 并且央视进行了全程直播 而除了为福宝制造了很多热度外 江爷爷还教会了福珠珠许多生存技能 小福宝到了学习爬树的年龄 江爷爷就亲自教宝贝孙女爬树 不会下树的福宝紧紧地抱着树桌 爷爷也担心宝贝孙女会摔倒 就在背后扶着福珠珠慢慢下树 为了让福宝学会遇到危险往树上爬 江爷爷不止一次在他耳边叮嘱 但光是叮嘱爷爷还是有些不放心 便找来了工作人员穿上网偶服扮饮棕熊 棕熊一入场福宝立刻变得警惕 看着对方想要靠近福珠珠直接一掌打过去 想到爷爷的嘱咐他立马就爬上了树 看到这一幕江爷爷彻底放下心 如今福宝已经三岁很快就要回国相亲 江爷爷为了让福宝适应中国的生活 还特地学习中文与福宝交流 并且还会教宝贝孙女写汉字 相信在两位爷爷用心照顾和经营下 福宝回到国内后一定会获得更多人的喜爱 看到大使馆来到华洞探望美乡一家 才相信无数国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8月1日华盛顿动物园终于传来好消息 中国驻美大使馆成员前去探望美乡一家 自家人的出现令无数网友看到了希望 这几日美乡的状态令人担忧 平时努力干饭的他如今却不吃不喝 导致身体格外虚弱走路时也会无力摇晃 背后似乎还隐约有条红色血痕 除此之外不少网友注意到滑动的卫生条件堪忧 熊孩子平时吃的蜂蜜腐蚀 饲养员会直接涂抹到腐蚀器上 还没等小奇迹下嘴就已经沾满了汤影 并且动物园还时常惊陷各种生物 小奇迹在那场营业时 室内竟出现一只来去自如的老鼠 有一只老鼠 看到没有 在这个洞里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更恐怖的是游客在外场还曾看到过蛇 而后这条蛇又爬到了树上 有小姐姐向工作人员反映了这一情况 没想到对方却以蛇梅毒为友 表示以后会处理 除了生活环境堪忧外 美乡一家经常食不果腐 小奇迹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讨好游客 不断地翻跟头试图获得一点食物 饿到受不了的他直接砍石器纸箱和青草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小奇迹后知无力 走起路来歪歪扭扭 国内的熊猫宝宝看到饲养员都会扑上去 让对方轻轻抱抱举高高 然而小奇迹看到饲养员却害怕地躲了起来 前几日美乡过生日时 华冬既没有准备新鲜的竹笋也没有嫩子 仅仅只有一块用各种色素兑水 冻成的帮应生日蛋糕 美乡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啃 饥饿难耐的他只能啃吃地上的草 仅有的腐蚀也只是涂了一层薄薄封闭的纸盒 天天将纸盒舔到发干 最后甚至还想将纸盒吃下去 不过好在美乡一家的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网友们奔走相当努力为他们发声 如今大使馆终于派人前去探望美乡一家 有了家人的撑腰 他们生活也终于得到了一定改善 这天美乡一家罕见吃到了新鲜的大竹笋 很明显这对他们来说不可多得的美味 只见一家三口吃得一脸满足 不舍得浪费一点的美乡 甚至连最硬的笋皮也吃了下去 如今只希望美乡一家能够坚持到年底 平平安安回到祖国